台东市有一家小吃店 店名平凡易懂 就叫大众母肉饭 然而因为24小时音乐飘香 在东部小城的寂静夜晚中 这样美味的小吃招牌格外醒目 这家店最大的特色 除了食物用心 老板冯荣岗 还有着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 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从事八大行业 年轻嘛好高物业 我们的行为跟道路上 我们自己走偏了 那我在铁窗里面浪费了 将近十一年多的青春岁月 那条路人家就说不乱路嘛 那真的有较好走 那真的是这条路 因为贪到钱 我就照顾到家庭的 有几个 老板都是家庭照顾你 不是你照顾家庭 后来这样子做吃的 或者是做工 跑道不断的去转变 这庶民小吃啊 让我的家人 有一个重心可以去依靠说 啊我们儿子真的会要想吗 度过老育生涯后 陆续做过几份工作 不畏辛苦 就想给家人稳定的生活 那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着说 到底要做什么 之前我们有做热炒店 突然很怀念小时候 我祖母那时候所卤的肉 刚好运气好 自己有热炒店的厨房 所以那时候闭门造居这样子 自己研究 就研究了一个多月 做餐饮要长久 必须要有令顾客印象深刻的照牌菜 它这算说是取松阪肉的部位 人家说会说古早味古早味 啊什么是古早味 就是因为 古早人就是都用油葱 下去炒菜 下去拌麵 下去滴东西 他们都会用油葱 那油葱它跟猪油一起下去 随便做任何一个搭配 都会很好搭配 那油葱来讲的话 一定要自己现炸 如果你没有自己用现炸来讲的话 你是去买外面人家炸好的那种 那种的油葱 本身它没有什么香气 我们的卤汁里面 其实有加另外一个东西 你是完全吃不出来 像是苹果醋的东西 为什么要加这种醋类的东西 最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醋它会解腻 那你说我的肉会有什么特别 看似油腻 但是吃起来绝对不油腻 如果会油来讲的话不用钱 除了正殿之宝卤肉饭 王老板也开发出新产品 鸡肉饭 让顾客在主食上能有更多选择 就是回到台南的感觉 因为我本身是台南人 都是每个礼拜会来台东工作 我本身就不敢吃肥肉嘛 对对对 太油了 那老板研发那个鸡肉饭 第一次是请我吃 好吃嘛 那通常好吃我会一直买 油葱满香的 上面淋的汁也都是算蛮有味道的 其实它重点是在于说 你的鸡油不可以偷 有些人因为 鸡油你要开心去买 它是算筋的 有些人他会鸡油 烤蓝沙拉油 还是烤蓝什么油 那如果你是用纯鸡油 下去慢慢地把它煸 这个鸡油淋上去这个饭 那才会是真的 比较道地的一个味道 现在的黄老板 认真做好每一份上桌的餐点 挥别过去的荒唐人生 而24小时营业 也是想给更多人 在空虚的夜晚 能得到美食的慰藉 人生里的每分每秒 都能绽放光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